달�иволы 哈囉,大家 我們現在人呢 又在日本啦 這次呢 來距離上一次差不多兩個月左右 非常的近 但天氣跟一些新的景點呢 變化也非常多 這次呢也是想要來推薦大家一些新的美食跟經典 瑟谷那邊有開了一個新的地標 然後我們上次來的時候是沒有開的 所以今天呢我們會去瑟谷那邊吃美食跟逛百貨 現在來到了明治神宮 然後我剛剛就是有轉車站的時候 然後我剛剛發現了一個小問題就是 我相信大家來日本旅遊很常買這個24小時券 那這個券呢如果你是跟有磁鐵的行動電源放在一起的話 它就會被消磁 就是會出現問題的 那我就是遇到這個問題 所以到每個站點的時候都要去找站務人員 看這個後面的日期超級麻煩 所以大家如果來日本旅遊的話 也不要把它跟行動電源放在一起 那我們現在來到明治神宮 我們第一天要去吃一個很有名的烏龍麵 在早上的一開始呢 我們這幾天發現了這個新東西 這個網路上非常的有名 它是一個澆水種神器 它是檸檬飲,然後有點酸酸的 我們這幾天實測起來真的超級有用 我們現在臉超腫 因為前幾天吃很多燒烤啊 燒肉 我們這幾天喝完這個呢 馬上就消水種很想尿尿 所以推薦大家如果來日本 到超商都可以找到這個 紅色的這個鹽什麼什麼什麼 減輕 效果超好的 推薦大家 這次我們中午來吃這間網路上很紅的麵散 接近中午時段就大排強龍 我們點了店內招牌奶油培根蛋黃烏龍麵 第一次看到烏龍麵搭配奶油醬的組合 這算不算也是這種中西合併呢 上面還有現跑起司生蛋黃與培根來點綴 還沒吃就香氣十足 粗大的麵條份量感很重 吃起來也很有嚼勁 但奶香沒有想像中濃郁 培根倒是蠻夠味的 有種焦香感 整體表現也算好吃 但份量不大沒有特別推薦 我覺得如果只要排30分鐘內 大家是可以嘗先看看的 OK我們吃飽了 然後這間烏龍麵 我覺得它的麵還不錯 只是有一個缺點就是太小碗了 它的麵條呢 是旁邊師傅直接現乾現煮的 我覺得很有嚼勁 然後也很香 那這間店呢 其實就是在這個圓樹這邊 所以逛節如果要吃的話也很方便 所以推薦大家可以來試試看 接著呢 我們吃飽到圓樹 就是明治神宮這邊 有新開了一個新的地標 也是我身後的這個 Haruakado 超級大洞 然後上面呢 有這個觀景的地方 我們就進去看看 因為我們這幾天呢 也就沒有進去 這邊呢 有非常多的這種裝置藝術 然後整個空間呢 空間感非常好 它是有設計過的 有很多休息的座位可以坐著 然後也有很多藝術的裝置 跟一些商店 它是比較走那種 文青風的感覺 所以 如果要來這邊的話 可以來這邊走走坐坐 這蠻適合休息的 我覺得 我們來到台灣了 五樓這邊呢 是這個美食街 他們美食街呢 布置的超級像 那種路邊的感覺 不像是在百貨公司裡面 旁邊有這個鐵網啊 還有這種小小的座位區 跟那種座位區 I wanna be the hero cause I don't wanna give up but when I'm down at zero 那我覺得 它整個整體的空間感 能做得非常的好 它用這個知名的設計師 建築師所打造的 蠻適合大家來逛街的時候 就是找一個地方休息 然後看看風景也不錯 因為它頂樓真的蠻漂亮的 可以上去打個卡 那這就是一個新的地標 蠻酷的 推薦大家來東京的話 今年可以來這邊走走 接著我們下午 可能會去夏北澤 我蠻想看古著的 因為我今天在找一些 復古的球衣 現在來到了夏北澤 剛剛我們討論一下 發現說 其實我們根本沒來過 這邊呢 就是大家所說的 古著聖地 後面呢 有很多小店家 都是一些古著類 然後有很多店可以挖寶 那就看看今天 下午能不能在這邊挖到幾件 比較帥的球衣 還有一些比較好看的褲子 那我們就開逛 我們逛了好幾間 然後 就是看每一間都有不同的風格 每一間呢 白色啊 還有選品 都不太一樣 那剛剛Cony做 他有看到一間他想買的襯衫 居然是Cony先看到他想買 那我們就先去看看 有撿到便宜的感覺嗎 Polo一件大概也要兩三千吧 襯衫 而且他的 對他很型 他狀況很好 讚讚 Cony Girrl You're fine Not gonna lie I just wanna make you 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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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What you gonna do about it Let's pretend We stay just friends Would you find some other guy We're gonna run 球衣呢 其實最近很流行這種數字衣 然後 他的這個大小呢 因為他是橄欖球衣 所以都會做得非常大 那我自己都會買青年版 比較符合現在穿搭的這個趨勢 我們現在來到這間店呢 叫做Chicago 就是芝加哥 然後我是在小王叔找到這間店 這間店呢 蠻大間的 而且他裡面的選品蠻多 有Stuzee 像旁邊這邊有Levice 還有Dekis 還有很多的球衣 如果你也是喜歡這一類型的話 可以把這間店記起來 那 這邊呢 我看到很多 蠻好品項的一些 牛仔褲跟短褲 因為這種比較重磅型的 在骨桌上呢 就比較難用 然後也比較容易找到一些 褲子比較好 一些可以再繼續穿的褲子 而且一整天逛不完 可以挖到一些 有品牌 然後也比較便宜的價錢 但要特別注意的是 因為 骨桌店它不保證是正品 所以要自己有辨識能力 如果是太高單價的話 建議就是 你要買 因為有可能是假的 接著我們在車站旁邊 隨機找到一些拉麵店 叫做樂觀 點了兩罐招牌的醬油與肉質拉麵 另外還加點了叉燒飯與煎餃 逛了一個下午 真的是餓壞了 這時候吃什麼都好吃 這間店的湯頭較為清淡 以前多層次 搭配細麵條吃起來很爽口 雖然不是什麼名店 但我們吃的非常滿足 推薦大家來下北澤也可以來吃看看喔 另外車站旁邊也有許多美食可以選擇喔 今天我們來到了澀谷 然後我們要先去這裡 哈囉 大家早安 今天我們來到了澀谷 然後我們要先去吃東西 今天呢 我們要去吃一間豬排 是我們前幾天有意外吃到 然後覺得非常好吃 所以我覺得要推薦給大家 那這間店呢 查了才知道說 原來它是2024年的百名店 然後它的店內呢 非常的復古 非常的特色 所以決定要再去吃一次 然後我們進來呢 等了大概五分鐘而已 就有位置了 那這間店呢 是我們意外發現的 然後一查才發現它是百名店 然後它的這個座位啊 非常非常的復古 它整家店有很多木造 很像古董的那種白色 超級超級認識 那我們上一次是被安排在另外一區 是比較開闊的區域 那這次呢 就是很幸運的做到這種 塔塔姆式的 包廂 在餐點方面也很多選擇 像是丼飯、咖哩飯、烏龍麵 搭配各式部位的豬排 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挑選 那我們點的都是腰內部位的炸豬排 另外我覺得前幾天吃的炸蝦定食 也非常新鮮 推薦給大家 這裡的點餐方式也很特別 竟然是用咬另一個方式讓店員來找你 接著沒過多久就會上餐啦 豬排定食都會附有生菜、味噌湯、白飯 生菜與白飯是可以續加的 然後看看這金黃酥脆的炸豬排 有著厚實的外表 咬起來卻非常軟嫩 日本國產的肉質真的頂級到不行 搭配多種醬汁與月光明 超級好吃 絕對是我目前吃過最好吃的炸豬排 超級軟 這塊飯 超好吃的 它的米粒跟粒粒分明 然後非常的舒服 在澀谷這麼繁華的街道旁邊 居然有這麼樣的店 非常推薦大家可以來吃吃看 這間店呢 好吃之外 又好拍 然後又可以休息 空間又大 那麼這間店呢 其實裡面沒有太多的觀光客 剛剛我們去吃呢 都是日本人 所以如果你對豬排有興趣 可以來這家店